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小唐 在黄龙溪附近看到一家经理养殖厂 原生态的环境不太养肥了经理 还养肥了周边构区里头的其他生物 里面的一车 黄雨扇 一个电话 几个小时以后 带黄雨扇的 提供厨房的 自带美酒的 带露的 和我就在黄龙溪小唐家里面遇齐了 至于我带的啥子 那肯定是一双手嘛 一根板垫 一根钉子 一把新买的美工刀 我还是把一盆黄晒刮出来 十多年没刮黄晒 确实手剩了 与一趟火石团的厨房更加设施有限 但调料还是多巴适 猪油 青油 豆瓣 干花椒 干海椒 味道都很纯正 一会儿就要给大家弄一份巴适版的 黄瓜大蒜烧菜育出来 详细的配方表和比例都在视频末尾 把黄晒和大蒜下锅以后 加白酒边炒一趟 可以激发黄晒和大蒜的香味 烧出来的菜也就更香了 这个时候加盐是给黄晒来的底味 四川每家豆瓣寒度都有差异 下锅之前最好尝一下来调整肉眼 如果现在豆瓣颜色不好 辣度不够 可以加点海椒面 起拿真实 鲜汤也就是有鲜味的汤 骨头汤 鸡汤 肉汤都属于鲜汤 我今天用的是鸡汤 第一次加醋 是让赛鱼尽快输入味 来 省一下野味 大蒜 大蒜 黄瓜下锅 黄瓜下锅以后要烧太久 翻炒均匀就可以勾芡了 这个样子会保留黄瓜的清香味和脆度 起锅前再次加醋 会增香 蓄油油鸡 火锅前再次加醋 加热 凉油鸡 凉油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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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